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体质较虚寒 冬天时常手脚冰冷 男人工作压力大却不想扶牢 老人平衡感差最怕跌倒 这些都跟自身的健康有关 气功可以消除紧张状态与压力 使神经系统对外在不好的刺激反应显著的降低 可以调整情绪与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 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 增进健康 气息的震荡也可以对胸腔腹腔起按摩的作用 增进肺活量 提高消化的功能 增进食欲 这些都说明了气功的锻炼能激发身体的潜力 达到增进抵抗力 缘缓老化健康长寿的目的 太极的倒气归原气功就能解决上面的问题 值得分享给大家来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